大家好,我是小安,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。 首先,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。 有这样一位长生的老人,他在五脱退的时候患上了癌症,为了治疗他也接受了化疗。 但他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骨瘦如柴大,反而是面色红润有光泽。 很多人都说,患上了癌症离死亡就越来越近了,但这位老大爷如今已有一百多岁了, 还能够又蹦又跳的,比很多没有生过病的人都健康, 被癌症折磨了好几十年的老人,究竟是如何得到常数的呢? 老人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,从朋友口中得知了, 吃这几种蔬菜,对癌症有很多的帮助的。 于是家里人,每天给他轮上做这些菜吃, 后来去医院复查,老爷的他癌症并没有复发的迹象, 以后他家常年吃这些蔬菜了。 那我们来看一下,到底是哪几种蔬菜有如何成绩的功效? 我们先准备一根山药,不需要太多了,半根就可以了。 我用的是普通的山药,也可以用铁棍的山药, 铁棍山药的应用价值会更高一些。 口感也特别的好的。 用刮皮刀刮去外皮, 刮山药戴上手套操作, 不然的话气氧无比,特别的难受的。 特别对山药过敏的朋友们, 也得戴上手套操作的。 如果不小心的话, 这样一些粘液比较痒的话,也不要担心, 可以用白醋抹一会儿, 按摩一会儿就好了, 能够缓解药脑痛痛。 山药刮好皮, 把山药, 这是薄厚均匀的片, 不要切得太厚了,也不能太薄了, 薄厚收热比较均匀的, 山药的应用价值特别高的, 能够喝好的滋补脾胃, 强转身体。 尤其是小朋友们, 多吃山药, 对我们品味很好的, 养胃, 护肝, 保护肾脏, 对心理的好处很多。 老年朋友们要多吃一些山药的, 既清淡又爽口又营养。 切好的山药, 放入排中备用。 加水浸泡着, 防止氧化变黑。 再准备一块南瓜, 也不要太多了, 大约300克就可以了。 我选用的是黄皮的南瓜, 这南瓜口感特别的甜的, 真的是很好吃, 无论做什么都比较好吃, 又香甜又可口, 又比较软烂入味。 我们先把南瓜籽去除, 南瓜籽去除不要扔掉, 晾晒干之后就成了南瓜籽了, 真的是特别的好吃, 原汁原味的。 比平时的瓜籽还要好吃呢, 这南瓜籽既有营养, 口感又独特, 很香的。 刮干净。 虾籽里面的虚籽呢, 我们也不要刮掉的, 这个虚籽真的是超级的甜, 特别的好吃的。 我们用刀, 把南瓜去除外皮, 这样切得皮薄一点, 这样不浪费果肉的。 南瓜中富含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, 南瓜菇, 蛋白质, 甲, 铁, 磷等等。 更有很多的优质蛋白吧, 平时我们要多吃一些南瓜, 又营养又美味, 最生意的好处很多的。 尤其是老年朋友们, 多吃南瓜, 非常的不错。 糖尿病人也可以吃南瓜的, 因为南瓜没有脂肪含量, 没有糖分。 切成薄厚菌的片就可以了, 薄厚均匀, 舒染也一致的。 秋天到了, 天气慢慢冷了, 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南瓜, 能够很好的滋补, 温补, 特别是经常的熬一些南瓜粥, 喝起来暖呵呵的, 一整天特别的舒服, 暖心暖胃又暖身的。 南瓜片切好, 放入盘中备用。 准备两颗鸡蛋, 放入小碗中。 加入清水, 把鸡蛋打湿。 再用手搓洗搓洗。 清洗的时候, 加入一勺湿盐洗, 湿盐具有很好擦净消毒的作用。 加入湿盐, 可把鸡蛋外壳的粪便, 杂质, 它让管菌全部洗干净的。 鸡蛋洗干净之后, 再滤动的清水, 冲进两边就可以了。 像这样洗过的鸡蛋呢, 特别的干净, 使用者比较放心的。 洗好的鸡蛋打入小碗中。 鸡蛋适量就可以了。 来一点白醋。 用筷子搅拌搅拌, 搅拌均匀, 把鸡蛋打散。 打鸡蛋的时候可以多打一块, 炒到蛋液特别的细腻顺滑, 做什么都好吃的, 也不会老。 鸡蛋富含油热的蛋白质, 软磷脂, 脂肪, 钙, 铁等等。 每天每人平常上一刀两个鸡蛋打, 补充油热蛋白。 油热以后倒入蛋液。 蛋液底部定型, 翻动翻动。 蛋液好像大块的, 这样更好吃的, 比较有食欲, 块不要太小了。 这样滑动底部不会老的, 口感特别的香, 很好吃。 炒蛋液的时候需要小火的, 将炒出来口感比较嫩, 然后再翻个就可以了, 砍成大块。 油热以后, 加入葱蒜爆香。 炒香香加入南瓜。 开大火不停地翻炒, 缩炒一会儿, 南瓜炒的断生。 再把山药倒入锅中。 再把鸡蛋倒入锅中。 翻炒均匀。 加入一勺盐调味儿, 别的食材不要放啦。 这样吃来口感特别的好吃的, 原汁原味儿, 够有营养。 一道营养美味又好吃的, 南瓜鸡蛋山药都做好啦。 这样吃南瓜鸡蛋山药呢, 原汁原味儿的, 吃来口感特别的香。 南瓜香甜软糯很好吃的, 而鸡蛋比较嫩, 各样的有食欲, 更有营养。 山药, 这道口感脆脆的, 很香, 特别的有嚼劲的, 鸡肉吃来搭配到一起, 真的是又营养又美味, 老人可以多吃一些的, 对我们身体的好处点是很多。 这道鸡蛋南瓜山药, 做法比较简单的, 但是口感多层, 好吃又营养。 如果朋友们喜欢的话,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。 如果您还喜欢我的视频, 记得帮我点赞, 关注, 连转发。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, 为您分享。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, 谢谢大家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